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我的年轻生存第22集 看,我的羊圈已经做好了,放了四只羊 墙上这里再放个柜子和工具箱吧 来来来,先吃点东西 快点生宝宝吧,我需要很多的羊毛和烤羊腿 哎,还有一只没吃到吗 好了,就这样 哎,你想干嘛,想孽狱啊,门都没有,下去 再做个猪圈,有了猪肉就能做一尾火腿了 打龙打巨人什么的,效果特别好 装几个玻璃灯,亮腾腾的,就不担心刷怪了 这个碎石堆好丑啊,挖掉,填上岩石 土块也换成岩石 土块也换成岩石 地上再放个玻璃灯就可以了 这个牛圈也好黑哦 那就也装上几个玻璃灯 墙上放几个,地上也放几个 现在把羊圈和猪圈贴上自排 这里是羊圈 好,这边是猪圈 对哦,还有鸡圈没做呢 烤鸡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特别是在猛眼星 因为势众,总统会特别特别满 用来烤鸡会快很多 再说,那么多的小麦种子 不做鸡刺尿的话,都不知道怎么用呢 挖好了,再把灯装上 鸡窝 放这里 哎 才四个呀 先放着,有空了再去找吧 养鸡其实最省事了 放点鸡窝和刺尿 都不用管它 下次来就会发现多了很多的鸡 猪蛋暂时就不放了 头头和萝卜还太少 等种的多一些了再养猪吧 在这底下待得太久了 见不着一丝阳光和绿色 我要上去透透气 我刚上来,婴儿就说 姐姐,我给你四个封信子种子 放在你箱子里了 好的,我正好去封信子呢 谢谢你 感谢种上 我决定把这片萝卜地改造一下 因为我需要很多的萝卜和土豆 所以我要多种一些 但甘蔗长得特别快 我就没有必要种这么多了 再挖一条水沟 水沟的这边再种一排甘蔗 那边的三排甘蔗 就可以改种成土豆和萝卜了 把这小水坑填了 这个水沟也要填掉 嗯,先收甘蔗吧 一次性收了好多呢 缺甘蔗的小伙伴 拿点回去种吧 再看看这里八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格就在这里 先挖个小水沟 旁边的两条填掉 把水沟填上水 就可以抽地了 嗯,感觉小伙伴们都去干着呢 那就再种一排吧 对了,小伙伴们呢 我们都生存了六十多天了 农是不是该打了 都做点空白卷轴 我帮你们刷 无线设计的附墨卷轴吧 哎,没办法 谁让我们的刷柜塔 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呢 我边干活 边等他们给我卷轴 对了,我自己还没开始做呢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关注我家评论哦 拜拜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